因为现在我们拜登都在用 我们不用特别去为某一种的软体 除非你逮到了很实质的证据 就是说这种以大陆为母基地的软体 它确实存在的安全风险 否则就不需要 像是我们过去念政治学的时候 不断的会自我提醒 National Security 国家安全 是美国政客朗朗上口挂在嘴巴上面 用来作为政治bargain当中的 最主要的筹码 而且不会提出任何的证据 现在美国也是一样 台湾对于城镇 对于两岸的可能的作战形态的处理 稍微有军事素养的人 过去普遍认为棒铺安高薪 就是让老百姓可能觉得安心一点 觉得老共不可能登陆 老共现在的能力 是没有办法对台湾发动一场 关键性的军事行动的 这种安抚老百姓的心态或者是说法 在过去朗朗上口 但是现在为什么改口 相反倒过来 是不断的告诉老百姓说 现在是有可能 同时对对方的就是说 所有的作战的能力 其实已经可以对台湾的形成 非常有效的包围攻击 甚至于形成瘫痪 甚至于局部的占领的效果 因此当你诉求于一个所谓的城镇战的时候 尖敌于城镇当中的前提 就是敌人上来了 同时已经在城镇里面了 才有所谓的尖敌于城镇当中的可能性 当然对于台湾的民众来讲 我觉得比较务实的去准备或是思考 两岸是有可能发生军事冲突的 这个比较贴近于事实 但是贴近于事实是一回事情 作战的形态对台湾来讲可不可行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眼前我觉得台湾真正需要的 还是回头去检视一下 为什么今天我们必须要把 两岸之间的军事的冲突 同时战场一定在台湾 台湾一定会大规模的流血 就算最后产胜 台湾并没有胜这个概念 就算是惨政 也表示台湾会付出非常惨痛的代价 同时战争不是就是说一次就决定的 今天当对台湾发动一波的军事行动 就算我这一次 不能够根本的拿下台湾 不会有第二波 不会有第三波 所有的军事冲突的可怕在于 只要一开始了之后 以两岸之间 未来的所有的可能的军事冲突的形态 它只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 就是只要军事行动开始了 它不达目的是不会停止的 就算不是就是说开战就中战 但是我第一次就算我不能达到目标 我不会有第二次 我不会有第三次 不它会一直延续下去 所以台湾对两岸问题的思考 必须要跟过去不同 同时必须要对两岸 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形态 回到一个基准点上面 如果战争是可以避免的 我们到底该怎么做 而不是总是想战争是不能避免的 加龙 身份我已经提到 就是其实在一些原则性的 原则性的做法 我想这没有什么需要讨论 就是应该这样做 可是我觉得台湾的旅行业者 很可能政府不了解 有许多的业者已经没有能力去因应危机 他自己本身就是危机 那观光业者前两年有疫情的时候还好 最少坐国国旅 大家坐着坐着开心 关起门来玩OK的 但是去年门打开了之后 英镑凹棒的都很痛苦 台湾除了桃园机场 现在还有一点进出的样子以外 去看看过去几年 在马云九任内好了 马云九任内的那段时间 那个时候的台东机场 那个时候的花莲机场 每一天要到花莲台东玩 不用从台北进来包机直接飞 所以那个时候的机场门停弱势扩建 我不知道到各位多久 没有去过这些地方的机场 这些地方的机场 譬如说花莲机场 花莲机场现在电幅梯都不走 平常都关掉 你进去了之后 那个只有一半的灯打开 另外一半的灯是暗的 根本就不用开灯 太浪费电了 开的灯的那一半 其实也没有人 一天进来大概十几个人 而且都是国内 大概高雄飞飞花东的航线 其他都没有人 因此那些机场 就是最大的文字馆 你就知道就是说 即使是在花东地区有多么痛苦 花东是不是没有外来光 有一点点 都是到了台北之后拉下去的 而且一日来回 不会在那边过夜的 花东现在的饭店 之前投资进去的 你几乎看不到外来客 偶尔有一些的散客 团客几乎是不可能 而且少部分的团客 不管从哪来 从韩国来 从越南来 从哪里来 东南亚来 我告诉他们怎么来 都是台湾的政府 补贴他们来 我花钱请你来玩 帮我充个面子 好像也到了台湾玩 我们的观光业者饭店 也有人订 可是你知道那个钱是台湾帮他出的 他们几乎不花钱 就是台湾政府补贴他多少钱 他就把这些钱在台湾玩光 玩光就回去了 每个人在台湾的落地开销极少 台湾的业者现在已经没有 几乎没有外来客 你说那其他的国家难道不会 陆客不来其他国家来 陆客不来 如果你有问过台湾的观光业者 我建议 蔡英文总统因为要卸任了 赖清德在选前的时候也努力的 要去说服观光业者 相信我赖清德当选了之后 观光的环境不会差 今天许多的业者去大陆招团 是去年8月民进党告诉他们说 你可以招 去年8月就讲了 选完了通通变 这些的业者他有被被骗的感觉 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最后的希望 就算两岸许多外行人会说 两岸两岸不能做 你去做别的 你知道现在几乎所有其他 不管是欧美的团 为什么不来台湾 因为他们耳闻台湾很危险 唯邦不入乱邦不拘 我告诉你 所有的在台湾以外的旅行社 要在当地要招团到台湾玩 不管你台湾开这条件 不要说台湾旅游环境好不好 当说我们开个团 很高档的团到台湾玩一玩 你要如何去说服说台湾是安全 很难解释这些事情 所以外来客为什么在台湾 老外越来越少 过去日本客比较熟悉的 可是日本现在出不来 因为他的货币贬值得太厉害了 所以你看到的 现在最近会到台湾来的 都是二流国家的三流的观光客 你现在看到越南这种情况 年代你光看到他欠了钱 200多万是大钱吗 我坦白讲当然说200多万很大 就一个旅行社来讲 欠200多万欠到会丢包 你就知道这个旅行社的状况 有多糟 如果你今天是欠2000万 我还觉得这个稍微可以理解 那是一笔钱 表示你周转有困难 你连200多万都没办法周转了吗 200多万今天就算地阶的告诉你说 你欠我那200多万你要先给我 我过年期间我筹不到那200多万 我还继续开旅行社 那个风险有多高 类似这种的旅行社的情况 你认为只有年代吗 今天的联合报的社论再讲的 只是旅行业界不愿意站出来 大家哇啦哇啦叫 怕把大家最后的一点点 对旅行业的信心都给搞垮了 那样子的一个地阶的问题 过年期间出去的时候 吃住走都有问题多晦气 回来你还要我自己去跟平保 去申诉 一讲到申诉我头就很大 我已经很不爽了 你还能叫我去申诉 为什么许多人去越南 因为越南是过农历新年了 所以这些年的时间 许多人过年的时候 日本如果很贵 或者日本去腻了到越南去 团费不高而且过农历新年 你还觉得有点过年的味道 结果连到越南都会遭遇到 这样子的情况旅游业现在是有很大的困境的 因为你政府讲的话不算数 去年八月我听你的 我就开始做各种的准备 我就开始要组团两岸的经济 可能要恢复了 你接下去会等 如果以现在两岸之间的团客全断的情况下面 在去年台湾的旅行社陆陆续续重开了几个航点 航班我估计就开始慢慢的收了 因为根本不会有人 那你怎么办 台湾没有这么多的筹码去赌气 如果你真的有大格局 觉得你不开我 我开 我自己先做表率 让你知道就是说我有那个善意 我赖清德或者我蔡英文 我对两岸关系来讲 可以运作的我都继续问作 不会马上做大做政治文章 现在就不是 我最后我补充一点点 刚刚我们在谈到的 那条小渔船 那条小渔船 北定在哪里 北定不是在金门跟厦门中间 北定是在金门跟台湾中间 靠近金门的外头 它其实是在厦门的背面 在金门的背面 那个小渔船你看也说出来 那个船上四个人而已 它能够有什么渔据 它能够有什么渔获 它不可能有卫星定位 这种的快艇在海上跑的时候 你说你越界了 它根本不知道它越界了 它没有卫星定位系统 可以精准的说 我现在大概在靠近 你所谓的两海里的执法范围 是多近我不知道 我们需要那样子执法吗 这个你在公路上面 如果今天的交警 看到有人闯红灯或者超速的时候 你要不要一直追到死为我为止 台湾的警察都知道 不能够硬追 硬追是出人命的 因此你看他跑的时候 如果你有拍照 你有存档警告他就好 不是每件事情都要执法 直到直到底 但是这个船在现在 现在是人间二月天 附近的风浪有多大 你看看金门 金门每一次 在这个季节 如果会有海事上面的 一些的小危机的时候 翻船搁浅渔民落海 几乎都是在北定附近 几乎都是在这个季节 那个地方这个时候 那种小船去 就是他是讨生活的人 好那金门有什么条件 在台湾要去谈金门的事情 老实讲 就是站着说说话不腰疼 你有没有看到金门 金门连水都是对岸供应的 你凭什么跟对岸谈 今天固然台湾说 这个执法线 我们基于执法 基于海巡要如何如何 所以我一定要采取一些 警告驱离 或者所谓的维权的动作 可是你从大陆的角度 老实讲 过去我让你有执法权 那是两岸之间的相互尊重 我比较担心的是国台办 不用去跟大陆谈 你听到第一时间 国台办的反应就知道 国台办的反应就是 你现在你陆委会 你给我闭嘴 你不用来跟我讲 我国台办就已经火了 因为过去没有出过人命 现在出人命了 两岸关系又这么的糟 你接下去 如果两岸关系搞得不好 金门会有大麻烦 为什么 以后我自己渔赠船出来维权 如果在北定的附近 大陆的渔赠船 我自己出来护鱼 可不可以 过去我们在钓鱼岛附近的时候 台湾的海巡要装得很勇的样子 我派我的海巡的巡逻艇 去为我们的渔民护鱼 你敢护几天表演一下可以 所以就不敢护了 可是大陆的渔赠船 如果到北定 到你金门的背面 来呼吁的时候 你金门的海巡 你会能够撑多久 所以两岸的问题 如果大家都只是 凭着血气之勇 皮肤之勇 在电视上面 或者在媒体面的叫叫叫 叫给台湾老百姓听 金门会吃大亏的 这件事情反映的就是 当下两岸关系 很烂的情况之下 两条人命 我不能说不重要 可是现在接下来的情绪 那不是人命的问题 是两岸这样付出很大代价了 那个向隆 对于现在的这种 这种就是说NCC的任命 其实我同意主持人讲的 就是NCC的本身的存在 以及它的权限 它就存在着违宪的问题 就存在着对于言论自由 本身侵害的问题 那我不知道的就是说 民进党或者说超越政党 可不可以就是说回到一个呢 对于台湾的主体的精神的 核心价值的维持的基础上面 把自己的手 尽可能从媒体身上移开 台湾的媒体在政治问题当中的表态 我觉得已经够赤裸了 那当然当这种的就是说 对于媒体的操作跟沾染 它基本上面都反映了 台湾是一个危机社会的特质 就像是现在的美国的媒体 美国的媒体在我们念书的时代 我承认 比如说在我们年轻的时候 经常会跑到美国新闻处 那去看美国媒体所提供的讯息 在当时我们都认为 在那些讯息当中 所教育我们的这些新闻人 或者说做一个政治训练的人 那些的原则 都是被高度推崇跟遵守的 像普利兹讲 或者说某些的媒体 本身会把他自己的公信力会高举 跟政治之间保持距离 以及媒体的内部的管理 如何排斥政治部门 对于他可能产生的干预 可是今天台湾的媒体 已经守不住这条线了 仅存的就是说 在台湾当下还能够守住 一个在野党的立场的媒体 不只是少之又少 而是这些的媒体 你知道他要有多强大的信念 跟道德勇气 才能够在台湾目前的环境当中坚持 台湾的媒体现在最不缺乏的 就是不道德的勇气 敢于 敢于把自己的公信力拿来践踏 敢于把自己的专业信条 作为在专业上面卖赢的筹码 把自己出卖给政治部门 在这种情况之下 请问你NCC有什么意义 NCC除了成为 就是恫吓媒体的工具跟筹码以外 我看不出来他有他有其他的存在的价值 所以今天当我们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 讨论完之后会有用吗 其实坦白说我认为没有什么用 因为当一旦藏到了那种绝对权力的进火之后 要得把它吐出来是不可能的 终究在选举他当中 不管差多少票 你终究没有能力证明就下架民进党 是大家的第一信条 所以眼前谈这些问题 老实说不管你怎么谈 他顶多做一个政治表达 但是就算是这样 如果台湾的在三个政党 能够在国会部门里面 在这个会期里面 能够针对一些 已经把台湾的一些的基本价值 开始渗透摧毁的问题 包括了就是有关于NNCC 包括了像是不当党产委员会 包括了我们在这谈的 在过去始终只闻楼梯想 就是没有办法落实的 像不在籍投票 连印尼都可以通讯投票 人家投票开票的速度 一样一个晚上之内 就通通让你知道 台湾就是办不到 不觉得很丢脸 印尼有多少选民知道吗 两亿 两亿的选民 光马来西亚吉隆坡 就排了二十几万在那边 台湾有多少应庸 人家都投票 他们也可以投 是不是要再回来 蔡平洛是跟科文在跟最久的人 不只是 我想他整体来讲 我在注意蔡壁如 他跟科文哲是完全相反 蔡壁如不管在科文哲身边 或者他选举过程当中 我就没有听过他讲一句不得体的话 这个其实很困难 就是他讲话 我觉得总是恰如其分 而且没有太多政治性的语言的包装 那他能够跟 其实不只是蔡壁如 其实在选举的过程当中 只几个蓝白河的选区 我觉得选将即使输了 但是都显示蓝白之河之间 培养了不错的政治互信 跟政治默契 这个是未来民众党 慢慢这些人离开了之后 可能跟莱茵之间磨合很困难 请不吝点赞 订阅